新鮮食材下油锅炸的金黄酥脆 老字号咸酥鸡摊在地经营50年了 如今却因为摊车莫名其妙被拖走 身材工具没了 只能暂停营业 老板震惊又愤怒 新北中和这间咸酥鸡摊 在11月初收到警方通知单 上头写下摊位占用到道路 必须在11月20号前移走 然而却在16号清洁队上门 监视器亲属拍下 环保局车辆开进巷口 直接将摊车轻运到车斗 毫无告知情况下 把摊车整辆再走 天天后后也差不多花了二三十万 每天的营额是八千块 我现在没办法做生意 太不合理了 太不合理了 我一定会抗争到底 老板坦言8月刚好碰到妻子生病 住院将让台风接二连三地来 才会先将摊车放在租屋出外马路上 警方接获民众检举 但清洁队根本没按照通知单上 最后期限提前五天上门 害他身材工具被假烂 全部报废 气得提告警方笃职 警方坦承有疏失 通知单上日期有物质 如今摊车报废 生计无着落 砸了小老百姓身材工具 老板气得提告要将损失讨回来 记者叶卫林泛雅乔新北报道